吉隆坡总警长拿渡阿玛辛证实 警方在星期天接获受害者父母投报 指国家水上运动队一名男教练 上个月26号在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馆 假借指导名义向女儿伸出魔爪强奸女儿 警方随后在星期一中午前往武吉加里尔逮捕嫌犯 根据了解这名35岁的男教练来自中国 并且已婚已取得我国居留证 她在2012年加入水上运动国家教练团 并成为我们是冠军冬运会计划的其中一名成员 不过受害女侍主并没有参与本届冬运会 目前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76强奸条文调查此案 而国家体育理事会总监拿渡阿莫沙巴威事后回应 表示将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案件 这也是我国体坛自25年前发生前国家队教练 西拉玛纳丹假借按摩名义性骚扰 两名未成年的运动选手罪名成立 被判坐牢四年后再传信心丑闻 给我国体坛丢下一枚震撼弹